從香港遠道而來的創作歌手關心妍 將於這個週末11月4日至5日 在鴻木城Foss Theatre 舉行兩場福音慈善演唱會 據悉今次的演唱會是由美國慈親基金會主辦 主要是為天津和平之君而同福利園籌款 所有的盈利將用於幫助殘殖孤兒 今次演唱會的主題是Shine & Leung 其於為原諒大家的心 主辦機構美國慈親基金會創辦人楊瑩先生提到 舉辦這場演唱會是因為見到關心妍 在新冠疫情後 在香港舉辦的演唱會背後的意義 他認為借助娛樂活動 來鼓勵民眾走出疫情的陰霾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而除此意外 關心妍也透露 當時這個演唱會 他除了他收歌籌愛 也有捐出門票 給基層的家庭到場觀看 我們送了三千多張門票 去一些underprivileged的family 今次演唱會主要是為天津和平之君 而同福利園籌款 而身為該福利園的大使 網購王子張德培先生 他雖然未能抽空出席演唱會 但也表示支持 張德培 張德培燃為退役華裔網球運動員 他是17歲時 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大滿冠賽事冠軍 他在美國享受退休生活的同事 也不忘支持和培育下一代 而他的運動史上 一直受到各方的支持和幫助 特別是自當初得到太子牌的贊助之後 讓他深感私備受更加有福 而得知演唱會能為福利園籌款後 令他感到這件事更有意義 演唱會所有的曲目 都是有關森嚴編排和挑選 模式和香港牆相似 也因為得到多方的支持 門票在早前已經全部受輕 除了音樂之外 他也熱衷於慈善事業 創辦了燃亮生命慈善基金 並引得了2012年香港十大結出青年 和2011年香港義工獎 如果大家想了解 有關今次慈善音樂會的更多詳情 請瀏覽網站www.popus.com.zh 天下威士記者採訪報導